上周四一件发生在波士顿的枪击案震惊了整个华人圈 除了枪击现场五枪爆头的惨烈场面外 这场被定义为仇杀背后的故事更加令人匪夷所思 可以说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电视剧更不敢这么拍 情况到底如何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4月7号下午大约4点50分 在美国马赛驻塞州波士顿 Metford剑桥地区法院门外的停车场 一辆雪佛兰Equinox SUV静直冲向一辆黑色丰田RAV4 将其撞向了停在旁边的一辆白色SUV 随后从雪佛兰车上下来一位男子 对着黑色丰田车司机的头连开5到6枪 包括打偏的子弹总共连发了数十枪 稍后枪声引来了法院警察 他们立即冲了出来 将依旧保持着射击姿势的雪佛兰车主 暗倒在地 这一系列操作仅仅发生在几分钟内 但现场的劲爆程度 绝对不亚于任何一场好莱坞大片 事发后我们得知 雪佛兰SUV车主名叫薛成海 今年44岁 而他撞向的黑色丰田SUV 是自己23岁亲外省王聪的车 那到底是怎样的深仇大恨 让他对自己的亲外省痛下杀手 是什么让本是一家人的他们反目成仇呢 这一切还要从2018年说起 这一年已经是薛成海自2008年移民到美国的第十个年头 在他的辛苦耕耘下 他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项目 主攻统计学 包括分析癌症患者数据等等 可以说在学术上颇有成就 而伴随着学术成就的 自然是事业上的突飞猛进 根据领域资料显示 他是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研究员 同时也是天津万康园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CEO 与此同时 他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项 以及天津市重点研究计划一项 通过这一连串的成就 这绝对是一个妥妥的学霸 成长为社会栋梁的正能量典型 然而就在2018年 他做出了令他一辈子都后悔的一件事 那就是在他的帮助下 19岁的亲外甥王聪来到了美国求学 根据王聪的好朋友兼前室友透露 被呛吓前 王聪是美国东北大学CS专业的学生 并且还参加了一个合作计划 所以王聪学习非常努力 一周工作80个小时 尽管如此充实的生活 却无法填补他空虚的内心 由于自己的舅舅薛成海 因工作关系经常性的回国 甚至有时候直接斩住在了国内 所以王聪就和自己的舅妈 也就是薛成海的妻子 发生了不伦恋 根据报道 两人不正常的关系 竟然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 直到2020年7月 薛成海的妻子觉得这样很不合适 便向王聪提出结束这段 见不得人的地下情 于此同时 薛成海也从中国回到了美国 回来后 他的妻子在2020年8月 递交了离婚报告 理由是他们的婚姻 出现了无法挽回的破裂 首先这种聚少离多的婚姻 肯定无法健康地维持下去 其次薛前妻也表示 他与王聪的婚外恋 也直接导致了这场婚姻的结束 一般情况下 事情到了这一步 也就该收场了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伴随着王聪与他舅妈的分开 以及舅舅薛成海与妻子的离婚 三方之间的联系 也就随之结束 王聪继续当着舅舅的好外甥 完成学业 开启自己的新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 这场乱伦大戏 开始真正的走向魔幻 薛成海2006年 与妻子在中国结婚后 生下了两个孩子 因为需要共同抚养两个孩子 薛成海和前妻离婚后 还是维持着同居的生活 而虽然离婚前薛成海前妻 对王聪提出了分手要求 但没想到 王聪竟然对自己的舅妈 产生了真感情 不仅没有同意 反而开始了单方面的纠缠 面对这种情况 薛前妻自然不会愿意 与王聪再有任何的关系 于是王聪变得更加极端 开始多次对薛成海一家 发出死亡威胁 说要加害他们全家 包括他本人及前妻 根据法庭提供的一条证据显示 王聪曾给薛成海妻子 发过威胁短信说道 我要杀了你全家 如果杀不了 我就自尽 你毁了我的未来 我现在已经没有尊严了 就是行尸走肉 不仅如此 除了语言威胁之外 还上升到了暴力冲突层面 据薛成海表示 王聪还曾对他动过手 用绳索使劲勒过他的脖子 并且还在他家 房子外面徘徊 尝试闯入 更不能忍的是 还到我薛成海孩子上的小学 面对已经失去人性的外省 薛成海只能动用法律手段 来保护自己其家人 于是他向法庭申请了针对王聪的限制令 而案发当天 正是限制令生效两年后 原本是这项限制令续签的日期 尽管薛成海在法庭上表示 王聪想通过找人结婚 获得绿卡 留在美国 自己拒绝帮忙 导致了王聪对自己的持续威胁 但是法官最后还是没有延长这项限制令 从法院出来的薛成海失魂落魄 他害怕王聪继续威胁他的家人的生活 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薛成海的律师 威廉向记者表示 法官周四决定不更新薛对他外省的限制令 这对他的影响肯定比任何人都意识到的要大 王聪的好友也透露 王聪在这件事上非常偏执 他回忆说 当他知道王聪还与自己的前舅妈纠缠之时 他都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这一切都发生了很长时间 所以他认为早已应该结束了 都说时间是解决问题的良药 没想到这级药房在薛家人这里没有奇效 一场乱伦的关系 毁掉了两个高职家庭 本来他们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目前薛成海正被关押 不得保释 他的前妻也于案发第二天上周五出庭 但拒绝对所发生的事情 发表任何的评论 据悉薛的庭审将于5月4号举行 届时小编再为大家更新 事态的最新发展 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